霍金预言2035年地球是有毁灭性的 据说是丧尸病毒会爆发 这种言论让人不寒而栗 如今人类本就艰辛 飓风病毒等的肆虐还不够吗 这不还冒出来个丧尸病毒 那这种言论可信吗 圈各有用丧尸路 霍金公认的继爱因斯坦后 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和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毕业于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在黑洞和霍金辐射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 在世界前列 被认为是宇宙之王 霍金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 无奈在最美好的年华 剑洞症意外降临 全身的肌肉开始不断萎缩 最后失去了行动能力 可是即便是坐在轮椅上过街 也没有因此而气馁 只是将注意力专注于科研工作上 他的研究成果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不仅被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科研成果 更是一笔巨大的文明财富 日前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 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 霍金再爆惊人言论 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 而人类想要继续存活 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 霍金表示 人类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 就必须移民火星或其他的星球 而地球迟早会灭亡 其实抛开霍金的预言 其真实性与否 在无数的科幻电影中 其实不免也有这样的假设和设定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以及人们的观念提升 还有环境因素等问题 人类文明的进步 势必会加速地球的灭亡 像这两年的新冠疫情 病毒一次次的升级 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当人类对地球的掠夺不加克制 最后就是人类的消亡 资源的耗尽 也就是说 这样的类似2035年 丧尸病毒爆发被证实的预言 是带有警告性的 而移民外星球也是不太可能 科学家估计 如果用化学燃料的飞行器 前往最近的适宜生活的星球 要5万年 如果想要在人类寿命期限内移民 我们必须研制出 接近光速的飞行器 同时还要保持舱内的人们 在飞行过程中 能持续抵御来自外太空的种种辐射 目前美国和加拿大 已经出现了丧尸鹿 这种名字叫软病毒的病毒 会侵犯鹿的脑部和脊髓 使它们的脑部蛋白质被同化 而且因为脊髓遭到攻击 协调能力也会变差 就像电影中那样走路不稳 因此感染后 会变成一个无意识的行尸走肉 但它会感到饥饿 所以它会不停地咬人吃肉 其实在许多的灾难电影中 这种病毒也出现过 所以并不排除 大家的有如此的担心 害怕这种病毒会传染给人类 而人类本就有食用鹿肉的习惯 在美国有不少人打猎 如果食用了还在潜伏器的鹿肉 恐怕就会被感染 因为这种病毒 它至少需要600摄氏度的高温 才能被扼杀 所以才会有诸多的猜想言论 当然 这也无可厚非 其实霍金意在警告人类 说2035年 全球气温会下降 动植物会大量死亡 地球也会再次进入冰川时代 是的 就目前而言 南极和北极冰川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化 而且速度 要比科学家预计的快得多 只要那些永久冻土层开始融化 里面冰封的数亿年前的病毒 就会释放出来 人类恐怕会面临越来越多未知的病毒 只不定比新冠病毒更可怕 我想这也许就是在警告人类 要保护好地球和环境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